今天這議題主要就是說 我希望能夠把他的標準答案在上面 然後他作答有沒有 所以總共有297個學生嘛 那我希望知道說 他們到底答對幾題 答對的題數 成績多少 然後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地方當然 如果你不會 最笨的方法就是比對 比對要比對2000多次 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用一幅的方式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比對 至少你要會用一幅函數 如果你不用一幅函數 那不得了了 永遠比不完 好 第二個的話就是每一題 所以你第一題做完之後 那你第二題勢必 你想說 那我是不是在做一樣的方式 那如果第三題是不是在做一樣方式 那如果總共十題看起來 還是不算太多 還是可以再做 可是還是要做十個公式 但是以西歐其實有個地方很聰明 他知道說你可能會重複做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一個之後 可以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它就全部自動完成 OK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功能如果你會用 那更快 那如果你不會用 土法煉鋼嗎 那十題可以啦 可是有的時候考試怎麼可能只有十題 對可能二十題還是要做很久 所以像我自己在使用工具的習慣 那尤其算你們成績 那如果不會用一些工具 很花時間 那還好 其實我對這個還算熟悉 所以我算成績 應該比起來比其他老師應該更 輕鬆一些啦 OK 而且比較不容易算錯 不然的話真的是蠻累了 那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這個公式貼到這邊來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像我剛剛講 這個公式裡面 如果會牽涉到 有沒有 你會看這個地方 只要是牽涉到 就是說你這個位置 只要是你向下填滿這個動作的話 向下 他的後面 比如說 H1的1 如果你前面沒有加一個前的符號 他就會自動加1 就變成H2 H3 H4 這個是他基本規則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向右 比如說我今天 可能要把公式 因為我後面還有 2到10題 那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要把公式參考到 往右邊的方向的話 記得喔 他這個前面這個藍數 會自動加1 就H 假如你相對位置 比如說我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 貼到這邊來的話 那因為間隔兩藍 所以他會 把這個H變成J 那剛剛好符合嘛 可是有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那像F1 F1這個位置是永遠不能動的 向下也不能動 向右也不能動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點喔 你可能要把什麼 F 連 這個F1的E有沒有前面加起 之外 F也要鎖起來 這樣才會是正確的喔 那我記得這個可能要鎖 F 那你說老師那這個 H1 這個部分呢 需不需要在H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因為我貼的時候特別重要 因為我的標準答案 需要跟著移動 所以如果標準答案需要跟著移動的時候 那H前面請你不要 加上錢的符號 如果你把它加上錢的符號會變成這樣 他永遠的答案都是1 所以做出來就不對了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錢的符號對大家來說 應該是一個 比較困難的點 但是如果你可以克服的話 我相信以後你在做Excel 你會發現很快樂 因為很多地方就不會錯了 那所以喔特別注意喔 這個做完把剛剛的公式喔 記得多一個 F前面 其他不改 按確定 那接下來 其實我跟各位講啦 像第2題到第10題喔 這邊都不用不用做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需要 把剛剛第1題作答的這個 做完的結果 把它Ctrl Shift向下 選起來 選起來做什麼呢 你就Ctrl C Ctrl C之後喔 接下來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把第2 到第10題 的 答案 通通自動幫你把它 就是 幫你 做完了 怎麼做喔 記得喔 因為我一次要複製 總共有 9到9個題目嘛 好所以特別注意你貼的時候記得按 Ctrl鍵 先選那個 第2道題的下面 這應該是 K4吧 先選 Ctrl鍵按住 然後 Ctrl鍵這個時候不要放開 直接一樣 再去選 第3題的對錯下面 反正就這樣 一直點 那這個就是你要貼的位置 對了 把剛剛這個地方的公式 要貼到這邊來 那接下來你選完之後 再按一下 Ctrl V貼上 直接貼過來喔 你會發現喔 其他的 我看是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 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話呢 他就可以直接幫你怎麼樣 全部通通 對錯呢 通通改完了 答案對不對 這好像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邊 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是 5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給1分而已 顯然應該這個地方有 我看一下 剛剛的公式 我看一下 這貼過來到底有沒有問題 F1 10分 這個地方改 變成 H1 所以這個公式 我剛做漏了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我這邊 這邊改完之後 下面沒有填滿 所以喔 記得喔 這個可能還在把它 底下全部填滿 不然的話 如果沒有填滿 底下 他沒有再加 錢的符號 所以變成說 這個改了 他是對的 但是 底下沒改 就不對喔 所以喔 特別注意 我再講一遍 再做一次 1 把這個地方 F前面多加一個 錢的符號 加完之後 請你向下再填滿一次 如果沒有向下填滿一次的話 底下的公式 並不會改變 只有改第1個 2的話呢 Ctrl C 意思是把這個範圍 複製的話 其實就是複製它的公式 那你要貼到哪裡呢 把這個範圍貼到 第2題到第10題 所以喔 就是按Ctrl鍵 1 2 3 4 5 6 7 8 9個 有沒有 要一氣呵成喔 這個可能要多練習 好 接下來 Ctrl V貼上 有沒有看到 應該是對的 有沒有 5 如果他 5 打5的話 是 10分 有沒有 其他就 0分 那沒錯 這個的話是 答4的話是10分 其他沒分 4 有10分 有沒有 這個是5嘛 所以5有分 其他沒分 那理論上後面應該都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樣的話呢 其實在月券上 就會非常快了 那再來最後喔 還有什麼呢 答對幾題 成績多少 如果答對幾題怎麼算 答對幾題 怎麼算呢 當然喔 我們可以用 剛剛用過的一個函數 我怎麼知道裡面到底 答對幾題 其實答對幾題喔 應該是如果他裡面是10分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範圍之內 如果有出現10的話 表示怎麼樣 表示他就 答對 一題 有沒有 所以你看一下 這邊如果用眼睛看 應該是答對一題 答對兩題 有沒有 所以應該是幾分應該是20分 所以答對幾題喔 可是問題 我不是要你用眼睛算啊 我是要 你用哪個函數 可以幫我把裡面如果是10分的 幾個 算出來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用到一個函數 就是用剛剛有一個什麼 conif 邏輯裡面有一個叫conif 剛剛才用過喔 我一直強調啦 這個conif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會用 你可能要眼睛去算 但是如果你會用 就簡單了 按確定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範圍 哪個範圍 就這個範圍 所以你給他 這個範圍 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要找什麼東西 你幫我挑出10 所以理論上 如果是10應該就是10分 表示是答對的 所以 幫我找一下喔 這個範圍如果是10的 有幾個 他就找出來 兩個 表示他答對兩題 有沒有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全部都算完了 應該都對啦 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一個兩個嘛 那這個只有答對一個 這個答對幾個 有四個 有沒有一個兩個 三個 一、二、三、四個 理論上應該不會是錯的 因為我反而比較相信 Excel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有時候反而比較不相信用人工的方式 因為人工其實人的眼睛比對還是會出錯 尤其你之後會很累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 我們成績就可以算完 那成績怎麼算 其實成績就是幾題 乘上 10分嘛 那成績不就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 他的 答對題數 乘上 這個成績 那這個成績 將來等一下 會向下填滿 這個地方不能動 所以理論上 一樣還是在 1的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因為我們要向下填滿 所以你只需要 在數字的前面 加個前的符號就好了 那這個 這個G4這個不能 不能鎖 因為你鎖了之後就固定就是2 所以所有人都20分 不對 應該向下變成 G5 G6 意思的 所以記得 把這個 這個數量 乘上他的分數 就是他的成績 打勾 都向下填滿 這樣就算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這樣子來改成績 有做錯嗎 看一下 應該沒錯了 我相信 只要 OK有沒有 所以你成績就算完了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們 出一些題目讓學生打完 然後你要改成績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 應該會快很多 我把重點 再回顧一下 1 先把這個公式 做邏輯判斷 如果他的作答跟上面一樣的話 那就給10分 那這個10分因為我會牽涉到向右填滿 所以會記得把 這個也把它加個前的符號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向下填滿 那填滿之後 Ctrl C 也就是把這個範圍 的 公式 其實複製 Ctrl C 實際上是複製他的公式 那我要貼到哪裡呢 貼到 第2題 到第9題的對錯下面 所以記得按Ctrl鍵 1 2 3 4 5 6 7 8 9 然後直接按Ctrl V貼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貼完結果看到是OK 那恭喜你 表示 應該是沒做錯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